这个一折着的滚轮呢 它作用性是怎么呢 作用性是先把这个上条折横 先给它一线给它折出来 折出来这么调整呢 调整的话 这边有那个高低 还有前后这个间隙 如果你调的不一样的 一边高一边低的话 会导致这个布 也会往一边跑 那我们调整的时候 最好的调整方法是 让这个高低一致 然后前后这个间隙一致 让它出来的布就很均匀 很完美 就导致这个折边的时候 在第二步折边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把它这边折好 折得成型 如果你这边做不好的话 到前面的时候 就很难做得到很好的位置 做不好的情况下 它还有一种情况 会走着走着 布会变小 走着走着 不会往一边跑 那这么这个调整的方法呢 是这里 这个位置的话 是可以可以几米顶死的 这三个孔 就是左右可以调 三下的话是通过这个 这里有这两个螺丝孔 三下可调的 你调完之后 就是说这个高度的话 你可以这五毫米 六毫米 八毫米间隙都可以 但是建议是 间隙越小的话 这四毫米左右 间隙比较完美的 完美的话 那就是把这边 塞一个四毫米的六角板手 这边也塞个四毫米的六角板手 要把它拍到底 再把这个锁紧 然后再看看这个分钟的状态 这个就是这个滚轮的调试方法 然后到第二步的话 就是这个折腿板 折腿板的话 这六块板的间隙锁好之后 它间隙要保持几乎一样 或者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 导致这个布会过不去 过不去会卡死这里 导致你干活干着的话 就会变小 或者不走不过去 导致你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就不成型了 或者就是说 往往走的时候 会往一边变细 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变细的原因 就是在这三块 这六块折腿板的位置这里 那怎么调整呢 我们这里有五毫米的电板 电板的话 就没装板 没装布置前 我们先把这个看好 把这个装置锁好之后 再检查这里 是不是风气几乎一样 那么到第三步 然后这个是L板 L型板的话 它就比较至关重要了 它的重心在哪呢 第一 它在出口的位置的话 在溶接近的位置上面 它要把这个布压平 如果你太松的话 它布压不平的话 就导致你出来的口罩 会有那个皱痕 就是八万扭扭的情况 那么怎么让它变成平整的呢 那就需要这块板 给它压住这个布 让它自然的平整的走过去 不让它不规则的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种情况 那么这块板的作用性就是 第一 也不能压太紧 压太紧的话 你这个尺寸会整体变短的 那么怎么是刚好情况呢 虽然这个是要调试的时候 装进去的时候 能很自然的拉出来 也不用很紧 如果太松的话 你就会有那个 折皱 揍出来就有那个口罩 不平整的情况 那么这就是折腻板的一个调试 还有一个方法 折腻板旁边有两个 两个铁块就是固定它卷边 就是分布它大与小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想放大的话 口罩做小了 想变大的话 那就是把这两个板 稍微往外走一点点 它就变成大了 如果大的往小的话 那就把这个螺丝松掉 往里收一点 它就丑到就会变成小了 这就是这个口罩的一个 两边板的一个调节 最后一个就是 靠松波干模 焊接丑招就是 牢也不牢的一个情况了 因为有时候 焊的时候 慢速的情况下的话 它焊的话 是比较牢固的 因为快开到快速的时候 那怎么不牢固呢 因为它瞬间就过去了 过去的话 这种情况 需要把这个 这个螺母送掉 然后把这个螺丝往上提 这个螺杆往下建 它就导致快的时候 让它借助深一点 它就可以把这个口罩给焊牢了 因为速度一慢 一快的时候 慢的时候 它就慢慢地过去 快的时候 它瞬间过去 所以要压得深一点 这就是调室的方法 那么这盖模如果损坏了 或者磨损的情况下 该怎么化呢 是把这两个螺丝 后面还有个齿轮 把它送掉之后 就会整个提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盖模拆出来 轴成双围器 然后再把这螺丝锁紧之后 把那个轴层 把那个齿轮装回去 高低需要再重新调整 因为换的时候 这新的不能按照原来的数据器 原来数据的话 会把跟焊头锁在一起 会出现焊头会视频存放 那么这就是超声波干模的换解方法 那么干模之后就到拉列轮 拉列轮呢 它作用的话就是 把这个口罩给压着带过去 如果你压得不紧的话 它就会切片的时候 会切片一边斜了 那么就需要把这两个 这两个位置是要压紧路 你压这个位置压太紧的话 也会起皱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 稍微接触到压住就行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需要压紧 它因为它是关注到齿寸的情况 这个你不能压得很松 很松的话 它就会导致那个齿寸会边短 所以这个一定要压好 是这个是主管弄药 这个就是拉列轮的一个作用性 以调节方法 第三个就是这个本体大刀片 如果刀切不断的情况下该怎么调呢 如果是这个脚低了 它就是把这个螺母松开 螺丝往上松一点点 然后这个螺母往下转一点 它就导致就可以把这个脚切断 哪个脚强就调哪个脚 但是不能一下子调太多 如果一下调太多的话 很容易把这个刀给撞崩了 撞崩的话你就要整个放 换的话该怎么换呢 就是把这里有四个紫米螺丝 松掉之后 会将这个整个刀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换把新的三七 按照原来的尺寸 装回去就好了 再把这个紫米锁好 然后这次换完了 换完之后 尽量把这个刀先抬高 抬高之后就慢慢的往下 两边平衡的往下调 不能一个脚一直往下调 这导致的话又会第二次碰到 所以这个调这个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那么超声波如果损坏了 不焊接的情况下 拆解的话该怎么拆 它这边有一个门 对面也有一个门 它需要下面有四个螺丝 给它锁住了四个螺母 那这个拆之前的话 必须得关电 必须把电源也关掉 然后再进去把这个螺母送掉 把它拆完螺母之后 才能取出焊头 整套取出 才能整套取出 取出之后 要把那个旧的拆下来 把新的撞回去之后 把螺母拧上去 因为它这种的话 靠地差别吧 但是要调的话 把这个抬到顶 让它接触到干膜 接触到干膜之后 再把螺母锁紧紧紧紧之后 再把干膜稍微往上提一下 避免它铁碰铁 导致二次伤害 很容易就会损坏了